双腿瘫痪 他在一张床上完成学业 2016年高考 他考出了645分的高分 他是趴在妈妈背上的学霸 朱志强 好成绩背后 是妈妈十几年如一日的付出 他们相依为命 用一双腿 走出两个人的人生 有请本期主学 同学们大家好 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 这节课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再谈谈 我们的理想 请大家踊跃发言 老师 我现在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虽然不太清楚未来可以做什么 但是我想通过学习 来成就以后的人生 请朱志强同学也谈一下自己的人生理想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命运 老师希望 可以快 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堂课很特别 因为有一名学生是趴在床上上课的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朱志强 十几年来这个河南农村的小伙子 就是这样趴着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 熏天瘫痪的他 以一种让生命破茧重叠的坚韧性念 以一颗能够征服星辰大海的强大内心 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终于2016年 他以645分的优秀成绩 考上了武汉大学 如今 已经是大三学生的朱志强 感受着樱花纷飞的大学时光 有笑 有泪 有青春 而陪着他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 除了同学 还有他的妈妈 朱志强说 是妈妈赐予了他生活当中的全部美好 他的梦想 是在妈妈的背上实现的 命运 对于朱志强来说 是不公平的 出生三天 就被确诊了罹患先天性 记忆膜蓬初 下半身没有任何的直觉 面对这个诊断 志强的妈妈痛不欲生 一辈子不能走路 孩子得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 为了给志强治病 妈妈想尽各种办法 她背着志强奔波在路上 走遍了各大医院 想要给儿子寻找一丝希望 朱志强说 他童年唯一的记忆 就是医院的消毒水味 还有那一大堆 瓶瓶瓶瓶的各种药丸 可现实是 无论妈妈付出多少心血 志强的病情 却没有半点起色